今天一样讲的是我算是一买的那个笔 然后这根笔你们一看就反正就包装一个填铺 一个塑料盒 但其实可能但是这是一只国产干笔了 反正你看这个样子 就反正这一根叫那个英雄的359 英雄359是这样子 反正就原形是哪一只就不说了啊 反正就有塑料盒反过有时候在国产干笔里面比较高档的 总算总算不用看到那种什么龙骨盒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哇 这味道好重 跟那个什么那个哪一只那个什么PanBBS 好像叫PanBBS的一根那根笔的话一样 就是说就炸哇这味道好重 就是说用起来就就不知道是价格问题还怎么来出 应该塑料处理处理不好 就是金属黄铜黄铜笔现在是唯一种不敢买的 比为什么就是怕它那个铜处理不好 基本而且如果价格特别便宜的话 基本上你用起我手汗多的话会有那个味道 我本身手汗是比较多的那种能 然后现在鼻打开 哇有点有点紧有点紧 那对这种肩反正就哎 这个的话 然后这个夹的话还是夹的话正常那个应该是金属 这个这个也是金属 然后就喷了一个黑色 然后上面一个英雄英雄镖嘛 英雄镖的话 拿一下手电给你们照一下 对就正常的英雄镖嘛 一个小花啊哈 然后里面的结构什么你们都懂的肯定是一样的 这个不用担心的 反正元元元元件的话肯定都是可以替换的 这个是雾黑吗 雾黑色什么的 那拿起来的质感 还还是很正 反正就正常手感吧 就是那个正常手感 没什么特别给人感觉很轻 国产钢柄很多都因为可能是材料还是品质问题 就是说成本问题 导致很多都非常轻 然后这些倒角位置其实做的还是挺到尾的 说实话 然后这里重点在这hero看到吗 hero hero对吧 不是纳米 但这个反而还ok了 不管上面的这些处理的话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那种ABS数量 基本上我不做多做评论 因为这个是他模具上面问题 就做工怎么样 反正就都行了 我觉得因为有些模具 它有一个保证次数 就模具的生产的话 有些是50万次 有些30万次 那这些生产上面很常见 因为100支里面有6-7支是废品 非常正常 就是说这个废品率很我觉得还ok 然后这个我这声音反正就是一点都不杂质 整根笔反正还ok 用肯定是可以用了 反正就记得我之前有做过视频都知道 这个这里食指队这个地方 拇指握着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是弯的 它是给你这样拿的 很多人拿笔是怎么样 就这样子拿 那你基本上这样拿笔 反正就是说是不正确的 很多人是这样拿 或者也有这样子的 但这个为什么这样 它是这样子 你这根对这 这也对这 然后再写 然后这两根手机你可以拿电 或者你拿这两个关节位置去去这样子电 然后这样子来写 也这样子才是正常的握笔姿势 不管你怎么写 而且可以怎么样运笔 就是这样子写 但它因为是固定手势 所以说最好是哪种 本身笔或是圆的 那你这样子走写的时候 特别你用长刀线那种笔会比较顺手一点 然后笔尖的话反而还是 这也还是EF间很常见EF间Hero的EF间 那这里下来 这样子反正常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正常笔盖 好轻 非常轻 好 然后就看一下尺寸 顺便 这里也有一个Hero对吧 有一个大大Hero 这个的话应该是塑料键 不会是金属键 来一看 这个的话 呃尺寸给你们看一下 我先反正拿起来就是说 如果这个地方盖着 对吧 你这么一拿 呃看我说实话 看不出来 呃这个的话 长度14厘米左右 1413.9吧 也不用14 然后因为有有那个镜头透视问题 就镜头是这样子透视的 所以说有时候你们视频上面看 跟我现在肉眼直直看不太一样 很正常透视问题 呃这个打开 哇还是有点紧不太好 不太好 然后这个的话 反正就这样子 这样子也可以 反正这种笔就不用担心 这个 13 呃完美长度 然后盖上呢 嗯17.5 嗯反正就都挺不变的 就是没 哦 然后这里有那个什么说 有那个分膜线 看到也不能 啊这不是分膜线 这是那个什么 就是说 开膜的时候没开好 就膜 延峰度不够 然后才有一条线 这种质量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还是拉米 拉米那个 我忘记有没有这个问题 拉米那个 有空再看一下吧 这个不是很重要 反正能用就行了 远看 反正分不出来 重点是这个 那这个的话上一下墨水吧 给大家 好的 样 呃 这样子吧 反正常的墨 然后吸墨器就正常吸墨器呗 对吧 呃之前上过一次墨了对的 呃 然后一样给它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这样子 然后给它 空气挤出去 然后再挤上来 呃好松啊这感觉 没有那种就是好的吸墨器 像那个 沃特免或者是说万宝龙那些 就是一紧的时候很有力量感 这种一紧就是松松的那种感觉 反正还行吧 能用就好了 然后一样 然后直接也要擦一擦 那这个把它锁上去 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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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拿一张纸 这个 先放一边吧 这个 OK 一样 嗯 拿一张纸 这个 英雄359 对吧 还是一样 就是这样子写呗 359 对吧 嗯 一样肩 对吧 然后就一样呗 有点瓜子声 一点点瓜子 但还OK 还OK 我对比书写要求没那么高 冷写就行了 可能你们现在听应该能听得到 用点力写就就这种声音 有些人讨厌 它不像那种书写很顺滑的那种声音 就你一听就很刮那声音 呃反正就笔的话 呃我拿了一根 呃我拿两根别的比吧 一根是 呃我还是拿了两根比一对比吧 就是一根是无印嘛对吧 嗯哼 你看我印这声音 我写下去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滑的 可能是我写久了 然后比被我磨的差不多了 可能是本力的磨损上面比较大 这根呢 嗯白金是比较水箱 但你看到其实比较容易有变化 这种 然后这 对白金这个不知道是我写多了怎么样 可能是有点磨 但不要很比我磨的差不多了 或者是说写的可能是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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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也比较好 呃但这一根的话写就 有嗯书写感受 反正就正常写爬个字 对特别是左往右 这里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很多很多比通常是左右甩才出问题 特别是其中一个方向 对这边没有 啊这个这边就明显了 就这个品控问题吗 有可能是反正就这个本力啊 反正都都行吧 好不是很重要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因为反正就因为纳米是很多 人的那个低根笔吗 然后这个就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就是说那个就这种拔可能是比较紧的吧 然后这个夹子反正就也还ok 也还还是可以的 不是说质量特别差什么的 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就这个的话就差不多就这样子 呃说还有什么特别的呃 观摩窗这些反正就我觉得细节做的比较好 我忘记有一根高仿我之前看到就说 连这个倒角他都做不好 就是说很圆反而不像倒角 那其他的就反而雾黑的对吧 买回来玩过过瘾 我是很推荐的 呃用也是推荐的这几根 就是说我的笔的要求 其实更多是在于外观上面就形体上面就是说 嗯 因为我是看价位 如果是说你价位不是特别高的 我认为是说不能要求太高 对吧 你又跟你说我这个比较两两千三千的港币 或者就两三千人民币吗 或者就八千的台币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那我肯定有一些特别要求 但不能以一种就是说实用性 或者是说就以市场性导向那种需 要求来要求 这样子一根几千块的笔 我觉得这是不现实 为什么一根笔 你五块钱的买一根 十块钱的买一根 你为什么一定要同样两千多块 你还要走这种方向呢 这种我觉得是本身的一个 思路是有问题的 是有矛盾的 因为两三千块 你求的肯定是像比如说像手表这样子 戴起来是有品质的一个东西 有有品质 而且是随身的 你肯定是有一种这种情感化要求 好 那一个就不扯那么多 那一个有什么问题的 或者想看的 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我再补片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